神仙里边如果说地位最高的 我还是认为咱们说的云黄大帝 玉帝 它是代表着三清来统治下面的阁楼神仙 你看看他的身上 十二章维 那个头上戴那个通天观 从服装的特点上来看 我有看到这个玉帝的服装上面的纹路 确实和其他主持人不太一样 虽然他们其他的这几个主持人 同样都是在通天观 他们这个有的是十一年里 有的是十二年 但是从西上的十二章里 他们别的这个主持人 绝对没有他什么 这么正规 这么完美 尤其是他也把它放在这个东边 过去那个从高峡东边的一个 所以说叶子 像他有这么主意上位吧 民间有传说像 尤其是影视剧里面 总是说玉帝和王母是两口子 其实听您说好像可能不是这么回事 对对对对 道教里面这个石有很多 它是比较庞杂的 很多石也跟这互相是穿的 其实王母他和那个东华帝军 他们两个就说是 所谓原始天职 过去叫原始大王 他们化生下来了 其实说从汉代开始 就这个土相就一直是放在一块 东王宫西王母是一族 是一族 然后皇天后土是一族 皇天就是咱们所谓的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 老百姓说成玉皇大帝玉帝嘛 你看咱们影视剧品 也好西游记里面都成为玉帝 所以其实玉帝跟西王母是同事 玉皇大帝在整个朝元土当中 它的地位仅次于三清 然后替三清来统管整个神仙的团队 对